我自己是喜歡一些 浪漫的小日常 那我之前就是有遇過一個男友 我覺得他應該是我這輩子 對我最好的一任 因為他真的是非常非常會安排一些 很浪漫的東西 那其中有一個 我先講他之前對我做過一件事好了 因為我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才二十初歲 然後其實大家也沒什麼錢 然後有一年的時候 他就突然跟我說 欸我今年過年想要邀請你回我 去我家 然後可以跟我家人見面這樣 然後因為他家是在 南部 沒有沒有他家在屏東 對在屏東很遠 我是台北人 然後他從來就是 也沒有自己開車過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我剛好人在花蓮 然後要回去台北的路上的時候 他就打來說 欸那你明天要怎麼 打算要怎麼下來這樣 我就說我可能做客運吧 那時候還沒有高鐵 我說可能就做客運到高雄 然後你再來接我這樣 他說OKOK 那你今天晚上 記得要早點休息 因為明天可能一早就要坐車這樣 然後晚上的時候 我說好 然後我晚上就是 可能一兩點的時候 我就在整理行李什麼的 他就突然打給我 然後就接起來 他說欸 你怎麼還沒睡 明天要早起喔 我就說好 我差不多要睡了 他說那你現在把門打開 然後我就把門打開 然後發現他就站在門口說 因為我覺得你一個人坐車下來 真的太辛苦了 所以我開車來接你 哇 哇 很棒 靈東 對 而且他第一次開高速公路 那不是晚上他就開上來了 他就可能 打電話給我的時候 我在花蓮的時候 他就已經在路上了 很感動耶 高高的時間 然後他又在高的時間 他在開車 我們在一起回屏東 就是來回耶 對 很棒耶 然後因為我就覺得他 就是真的是平常就很浪漫 譬如說他有時候就會突然 可能會送我一束花 就會說 我今天逛街就會 覺得這很適合你這樣 喔 是好感動 很浪漫 然後有一天 天秤座的嗎 天秤座的嗎 蛤 天秤座的嗎 巨蟹座 對 然後有一年就是我生日的時候 我們就一群人出去吃飯 然後可能回去的路上 就有點小爭執 然後我要走回家的時候 他就一直走在我的後面 我就覺得他很奇怪 他就一直 我們平常走路 不是會並肩走嗎 他就一直走在我後面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你在生氣啊 對 但是生氣的時候 我想說也可能會來哄你 或什麼 平常可能會來哄 但我覺得他很奇怪 譬如說我放慢腳步 他就跟著慢 然後走很快 他又跟著走很快 好可怕 我就覺得他很奇怪 然後我那時候覺得很煩耶 你到底煩不煩 然後後來我就打開我家門 一開喔 然後開燈之後就發現 我家的床鋪 就鋪了玫瑰花瓣寫 Happy Birthday to Cassie 喔 然後前面還放了一個椅子 就是要我站上去這樣看 會看得很清楚 我就超驚訝 因為他 妳也沒那麼矮啊 這樣很辛苦 要他去住上下部 然後 我才發現他那天下午 特別跟公司請假 心心安排 來房間鋪玫瑰花瓣 也許 妳用心了 然後再來我要分享 這個也是射手男 因為剛剛大家都講射手男 這個呢 是有一次我跟他約會去看電影 結果呢 看到一半的時候 他就突然接了一通電話 然後想說看電影 一般人不是都不會接電話 但是他就是突然很緊急 就這樣 喂喂喂 喔 好好 我知道了 然後我就說還好嗎 他說 我現在要走 我說 蛤 什麼意思 他說 因為我阿嬤今天生日 我忘記了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說 所以呢 他就說 那妳一個人看完 我先走了 然後我就一個人 在電影院把他看完 他就走了 莫名其妙 就覺得 也太雷了吧 那阿嬤生日 但是也可以帶妳去 對啊 但是那時候可能還沒在一起 我告訴妳 看電影真的很累 有一個男生要追我 他就安排晚上說 晚上我先帶妳去看電影 看完我們去吃飯 我就說 好 我不知道什麼片 因為剛開始也會很害羞 也不太敢問 也不太好意思講話 然後就一直播 沿路我 我真的很動靈 他帶我去看什麼 你知道嗎 他帶我去看 耶穌得到的過程 我告訴你 不是在神祭嗎 神祭 遜難祭還是什麼 對 Leal Gibson那個 你知道嗎 他那個 繩子都綁了刀片 一直這樣編他 人常都是一直在打耶穌 一直在打 耶穌的全身合 然後用 全身都是血 他在穿白色衣服 全身都是血 用爬的 而且那個片子 他是從頭到尾都在打 都打 他沒有什麼 就是從頭到尾都在打 沒有 你過了他一場也在 真的 太刺 我告訴你們要看出來 看出來 我們去吃飯 我說 等一下 我一直不知道什麼 我旁邊很不好 一直想吐 我們改天再吃飯好不好 我休息一個禮拜 我都不太敢見他 後來有一次提起勇氣 又跟他出去 我一看到的臉 就很像看到耶穌 我就沒有辦法 後來我沒有辦法 跟這個人在一起 我沒辦法 沒辦法